大家好,歡迎來到台中房地,我是大琪 今天來到北屯的新安路 這個地點位置,跟大家介紹一下 非常靠近一點利市場 大概三分鐘就不到,就可以到達 金谷市場也是非常近 那我們現在看這邊,它是活路活象 這邊過來,一直往這邊就可以到松安街 這個方向可以到松安街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一間 它是一個邊間的三車位,大透天 那我們現在看,因為剛好現場有一台車 現在這台車,前面再停一台車,絕對沒問題 而且也非常的鬆 不會說停很緊這樣子 那門前還可以再停一台 那我們看這邊 它是邊間,雙面淋路 那這一邊的話就是鏡像 那活路的話是往那邊走 它的土地面寬大概7米 那如果我們這個建物來講的話 大概5.5米左右 這邊就算停一台車,然後再停摩托車 都還是非常好出入 那這是有全新整理過的房子 首先我們來看它的客廳 它的客廳雖然說不是很大 不過就是空間是絕對夠 那我們屋主它還有用一些 比較精緻的擺設 讓你有個概念 而且它的擺設真的是非常漂亮 那一一帶大家看 用餐的時候 就是在這裡啦 這邊是餐廳的空間 那非常開闊 這邊的話不管是要再放電器櫃 或者是冰箱都非常適合 我們通常這種屋領的房子 它的衛浴設備都是在樓梯下 它雖然也是在樓梯下沒錯啦 不過這個空間通常都不好使用 所以它把它改做這個是雜物的 放雜物的空間 那它的衛浴設備就不會讓人有那種壓迫感 還蠻高的 而且衛浴都有開窗 因為它是邊間 所以衛浴開窗絕對沒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廚房好了 廚房比較狹小一些 那這邊其實很可惜它沒有 那個 插座 所以其實 這是整間最適合放冰箱的位置 那因為沒有插座的關係 那這邊可能就放一些 和雜物啊或者是掃具 也可以再隔起來做一個掃具間也是蠻實的 那廚房的鏡頭這邊一樣有窗戶 因為它是邊間 所以說其實在炒菜的時候 就不會說 蔓延整間味道這樣子 那我們去看二樓 它整個樓梯也都是有全新整理過 而且這個不是隨便亂整理 那種貼得很醜 這個 這個木紋的這個 都做得很漂亮 那這邊有一間房間 這房間還蠻大間的 而且它的開窗也是很大 很大 我們後面對出來的話就是 房我巷之間 那有做鐵皮 就樓下的那個廚房的位置 那我們接著看囉 我開一下那個 電源 看一下它是 它前面這一間的 那是後面間這個是前面間 我這間很大間 因為你看它這樣子擺設剛好 可以讓你看得非常清楚 擺下一個床鋪 而且這邊還有一個當作 小 小沙發或者是說休息的一個小廳 那我們現在轉 回轉過來這邊 這裡再放 櫥櫃都還綽綽有餘了 衣櫃櫥櫃放這裡也是非常適合 那我們看一下旁邊 它這邊還有一個陽台 雖然這個陽台不大 這個還是可以很好的利用 那我們這個 它是有天然氣的 它是有在加裝的 它原本沒有 那我們 屋主有把它再加裝那個天然氣 這廁所 這廁所的燈不知道在哪邊 好沒關係那我們看一下 就是這邊 還有一個廁所 樓下那一間要使用廁所就是要到這裡 它再爬個半樓 它就是它這個設計比較特別就是半樓半樓有一間這樣 那這間跟剛才樓下那一間差不多大小 那擺設是一個兒童遊戲室 那它的屋頂它不是直的 因為它這邊是頂樓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屋頂是有斜度 像格樓 像格樓這樣的感覺 現在來到這一間比較複雜一點 這是它水塔的空間 那這邊 就沒什麼整理 那一間比較好 這一間的話它算是因為它是頂樓的這個前面的位置 那它就分了為兩個空間 其實它這樣子要當房間也是不太合適 所以這邊其實就不太算 那你如果說要當神明廳 它也沒有落地窗 其實也不太適合 其實也不太適合 那比較 它是書房 它現在 對 所以它現在我們這樣判斷下來它比較適合當書房 那這邊就是兩個書房的位置 那這邊就是兩個書房的位置 就剛才那個小小間的跟這一個 這邊只能當客房 這邊只能當客房 因為這個實在是太太小了 你說把這邊當睡覺的地方 當臥室然後這邊當小小庭空間 而且如果說這邊再放系統櫃 這邊弄系統櫃當衣櫥也是蠻適合的 好 好 沒關係 你的智慧出不定更厲害 可以來這邊規劃看看 現在這個 在新安路二段巷子裡的三車位透天別墅 土地高達30坪 開價竟然只要2198萬趕緊來電 預約賞屋